谢谢好朋友月香公主的董内 我们收到了 感谢 待会下播就要吃饭了 希望大家也都吃饱饱 谢谢大家 好 那接着来看到的是在疫情的部分 食药署呢 目前 指挥中心呢 现在已经对了莫德纳次世代疫苗 EUA已经核准了 满18岁可以作为第三世纪的追打季 但是间隔一定要隔三个月 好 虽然是次世代疫苗 但问题来了 专家是说呢 政府买的次世代疫苗是怎么样 是原病毒株再加上BA.1 但问题是台湾现在要流行的是什么 流行的是BA.5 换句话说他认为是没有用了 应该是要买的是原病毒株 加上BA.5才可以啊 所以目前政府买的这个 不算是次世代疫苗 那么沈正南怎么讲呢 他说啦 台湾的BA.5的疫情高或低 就是要看二兆疫苗抵台的时间点 还有施打率 好 那为什么我们不买是原病毒株 加BA.5的疫苗呢 好 指挥官完毕 甚至怎么讲 他说现在美国啊 的确是用这一款 就是原病毒株 加BA.5的这一款疫苗 但是呢 他以为他的报告是有一半动物性 跟一半的人体实验 他认为有一点可能 嗯 报告不是很完全 所以呢 我们目前的走向呢 是跟欧洲一样 跟联合国建议的方式一样 所以才买这样的一个病毒株 来到台湾 次世代疫苗 那么现在呢 不管怎么样啦 反正就是先打再说 因为呢 沈正南预估 BA.5的高峰期会落在10月上旬 到时候的感染人数 可能会突破200万人 分头疫情不减反增 二号新增33483例 本周已经连续四天都破3万例 由于中秋节后 将取消全班停课措施 医师沈正南认为 BA.5高峰即将来临 不妨延续停课标准 直到高峰结束 那学校教室其实是一个 还蛮容易产生群体感染的地方 沈正南预估 BA.5高峰会在10月上旬出现 BA.5可能感染200万人以上 林浩长跟副院长邱振荃强调 现在六多的RT值持续上升中 竹鹰就是BA.5 预期未来儿童MIS-C 和共病的老人致死率可能增多 BIS-C是一个疾性感染之后 一个发炎的 一个全身性发炎的病发症 它的出现都是在高峰期之后 实要署在2号通过 莫德纳次世代疫苗的EUA 可供18岁以上成人接种 用于第三剂和第四剂 与前一剂间隔需超过三个月 指挥中心力拼 9月底开打 施打次世代疫苗 临床发现可能会有 注射部位疼痛 肿胀 全身疲倦 头痛 肌肉酸痛等副作用 专家施信如分析曾经感染过 Omicron施打次世代疫苗后 保护力更能提升不少 若疫苗采购计划受干扰 也可以从高风险族群 优先施打 高风险族群 那还没打第四剂的 优先让他们打 如果数量够的话 尽量往下延伸 宣建南也强调 次世代疫苗 如果能在9月底前抵台 对于围堵 毕业点五疫情 有相当大的帮助 但拖到10月中以后 过了高峰期 成效就会大打折扣 专家认为次世代疫苗 能越快取得越好 才能降低重症死亡几率 记者陈全白 陈佳伦台北采访不到 国内BA.5的疫情升温 连续四天都破了三万例 但是政府却没有采购 次世代BA.5的二价疫苗 前国舰署长邱淑琪 他就出面痛批政府 从采购疫苗到施打 已经是完全慢半拍 对于高端疫苗 更直言已经是违法了 政府应该要废止高端疫苗 EUA并且求偿 美国在8月31号 已经核准 针对BA.4、BA.5的 更新疫苗 从他们核准以后 大家去打的 这个booster 都应该是打 这种BA.4、BA.5 更新的双架疫苗 我们的政府 是不是有点慢半拍 我们政府一直都是 做那种过时的事情 就是超后部署 所以你一旦开学 你在暑假期间没做好 政府你的暑假作业 你开学以后 你就等着它报 不是 大家秋冬以为 几个月以后 不是啊 现在 现在已经在加温了 已经就是 而且包括你小朋友的 这个疫苗接送都太慢了 人民放暑假 政府也跟着放暑假 这莫名其妙 陈时中他到现在还是不敢去公布说 就是高端的效力 他不是不敢公布 他没得公布嘛 这件事情已经明确违法了 去年7月18号通过这个EUA 它是有条件的通过 那这附带条件就是你一年内 要提出国外的 这个疫苗保护力的这个报告 结果也已经过一年 没有提出来 你当然就是要废止它的这个许可了 政府没有废止这个EUA 并且没有去求产 这个就是读止 那就是法院应该对 民进党政府要提起告诉 目前来看的话 由各个厂商出来的 这种二代疫苗都有问题 你要销售到哪个国家 必须要经过各个国家的认可 才能够进行这样的销售工作 不是一体通用于全世界的 那全世界也没有这样子的标准 所以这就会出现我们国家 为什么台湾在流行BA5 结果我们采购的是BA1的这个疫苗 就是这样子的结果 因为这个厂商 我们跟我们友好的厂商 莫德纳只有产生BA1 你怎么办呢 你不采购你也不行 所以又是采购了一个废的疫苗 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 在今天的中部地区呢 即便风长雨大还是有民众一打 就到疫苗的施打站 要来去打疫苗 甚至还出现了大牌长龙的景象 由于开学之后呢 学生的确诊数也是直线上升 让家长很担心 所以即便是台风天 还是要出门打疫苗 狂风一阵接着一阵 塑胶筒被吹飞 一大早台中武器渔港 这一带下起间歇性雨势 即使台风没登陆 但强风已经先到 尤其近期疫情再起 确诊人数飙升 一早大人带孩童来到接种站 排队民众一个接着一个 人潮挤爆接种站 大家趁风雨小的片刻 赶紧来施打疫苗 在没有雨的时候赶快过来 它也避免人潮太多 因为人潮太多 毕竟还是会有点担心 如果带小朋友去拖婴中心 拖婴中心就有小朋友 也有种 所以也是会担心 自己的小朋友也是会种 自从学校开学后 学生确诊状况直线上升 也让家长担忧 即使遇上台风天 还是得出门打疫苗 优优莫德纳跟优优VNT 我们是采分流 而另外台风外围环流 带来强大风雨 前一晚苗栗130线道 金船路数被大风吹倒 抖塌的树干横跨双向车道 压道路旁高压电线 锦销人员到场想办法排除 但也造成双向交通一度中断 台电公司紧急断电 经过两个多小时处理 好不容易把树干给移除 瞬间强风吹到路数 吓坏又撕人 记者黄祥富许玉文 李云杰王百英台中苗栗 视频报导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 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 好几把气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 好几个属技术 走